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得我的人生有三个使命 继承家里的风水行业 我做到了 发扬中华文化 我本身我的生活就活在这个 中华文化里头 传承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 世子情怀 心系祖国 中国就是我的根 我的根就在中国 在艺术里头 我希望有一天 全世界的小孩子 少年 少年人 所认识的不只是 西班牙的毕加索 荷兰的梵高 还有意大利的达芬奇 也认识有一个 中文名字的中国艺术家 一经绝学命天理 艺术点画 石韵记 云龙子 70年代 云龙子出生在 马来西亚 基隆坡 不能亲自带孩子 无奈之下 在满月当天 父亲独自抱着云龙子 交给外公外婆代 我的原名叫谢华龙 但是我的就是风水的名字 就是云龙子 我是原籍 祖籍是广东大埔 那来到这个新马一代呢 已经算是第三代了 出生之后呢 因为我父母是做生意的 所以就把我寄养到 给我的外公外婆 跟他们一起住 住到七岁才回到吉隆坡 那么在吉隆坡一共住了七年 就来新加坡念书 一直到现在 那么我从小就跟我的外公 外婆在一起 我的外公是从中国来的 他是永定的客家人 就是福建永定 那么我的外婆的伯伯 是前卿的秀才 我的外婆呢 是大补客家人 书香门第的家庭氛围熏陶下 云龙子耳濡目染 从小便与外公 共同博览群书 七岁的云龙子 到了要上学的年纪 他总是在一旁 假想自己是历史上的伟人 立志做对人类有贡献的事情 十三岁时 父亲把他送到新加坡求学 离家时 他告诉自己 一定要念出好成绩 也正是如此坚定的信念 于龙子开启了他的学霸生涯 我的外公也是一个文人 那他也是从事这个风水师这样的工作 那么我就很喜欢他的工作 从小就帮忙他 小的时候我就跟他在一起 那么就看他写字 就看他看书 我就是小的时候就是喜欢 所以我从小就喜欢看 小学的时候就喜欢看 辽哉 金庸 水浒传 然后甚至连《红楼梦》 整本都看完了 所以就是从小就是喜欢这样的东西 那么到大学的时候 我就选修中文系 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是文学院和理学院的第一名 中文系拿到一等荣誉 学士学位 当时在新加坡 十年都没有颁发出 这样子的等级的学位 那么我当时的理想是 到建桥去念汉语文化 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外公76岁那年 于龙子决心在未来的五年内 如海绵般把外公的 一经风水学知识好好吸收 仔细翻译外公亲笔撰写的 《风水与命理书》 不耻下问 2002年 外公给他取名为云龙子 他正式成为家族风水师 第六代传人 我们祖传的这个风水 所以我就认识了很多 因为从我的外祖父里边 继承下来 我做的这件事 我觉得最自豪的就是 我认真的把我外公的 这个学问和这个文化学好 把希望和正能量 带给我的客户 而且借着就是帮助了很多人 宝剑峰从魔力出 四年后的6月18日 坐落在汤身路上段 新明大厦的云龙子旺财馆 正式成立 云龙子的人生有三大使命 继承发扬家族的风水文化 为校与事业奉献终生 把民族文化推广至全世界 我觉得我的人生有三个使命 第一个使命是继承我家里的文化 就是我们的是风水世家 继承家里的风水行业 我做到了 然后第二就我曾经做过教育 我现在还在贡献于这个教育事业 那就是传承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 那么第三就是除了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 我们还有全人类 就是不分语言的隔阂的文化 那就是艺术的文化 那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好好的传承它 这就是我在发扬也在努力的 成立这个风水馆 就是让很多的新加坡人 甚至全世界欧洲 还有美国其他国家的人 都认识了这个传统的文化 当然除了这个传统的文化 我们要把它传扬之外 我们还要把它发展 将我们的这个艺术和文化的丝绸之路 走到别人的文化去 跟别人的文化融合在一起 或者互相影响 会让我们的文化丰富很多 也会丰富着世界 丰富的世界的人文的文化 云农子旺财馆步入鬼大后 云农子更是为善不落人后 每年他都无计名分 捐钱给慈善机构 云农子设立金牌奖 颁发给中文系毕业论文的最佳学生 他们期待从得奖学生和所有参与的同学得到回报 对社会整体正面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 金奖不是为了慈善而设立的 是在实践他的信念 他认为 与其不需有需要的人 不如奖励值得的人 我不是对所有的慈善都很认同的 但是在所有的慈善里头 我有一个例外 就是我回去做的 那就是教育 因为就是一人一鱼 教他怎样好好的活下去 教他怎样把生活弄好 教他怎样更有效力的工作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的 真正的这个慈善 是我们想清楚 当我们做这个行动之后 是不是能够帮助到这整个社会 大多数的人 或者基本上所有的人 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受益 而我觉得这个最妥善的方式 就是通过教育 而不是一味的施舍 大师是一个特别细腻 也特别懂得去融合揭骂的一个人 我觉得大师一直都是 他愿意让我们就是去表现 而且他其实是比较不吝啬的 就是还会说 他希望我们做得更好 有点叫做青出于兰胜于兰吧 大师就在白段上有加墨 黑墨跟朱砂 就在提了字 在画上提了字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 很有中国文化的 那我呢 我在大师身上 学生到品质 高品质的 大师的作品都是很高品质的 我个人认为是大师的智慧 那我可以在他的画中 看到他怎么能把那个 中国文化和地方文化 给融入在他的作品当中 喜欢大师的那个正义 跟他的很理性的管理的方式 在大师身上呢 我看到了中国传统的东西 我首先我看到 从大师的画中 我可以看到一些中国的元素 更多还有一些是 创新的西方色彩 他非常的有正气 然后我本身 蛮喜欢这里的环境 因为每个人都感觉 这里的气氛是正能量满满的 跟了大师很久 你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慷慨 然后常常会为别人着想 他的利益去着想的人 那他不会担心说 他的徒弟 他的学生 或是他的员工 还是他的客人都好 会超越他 甚至他希望你们能够做得 比他更好 做得越来越好 所以我希望 原生子每一天做东西的成功 天天都开心 我们每一天就是过几年的 很开心 是不是 每一天我自己这样想 自由受外公的影响 云农子中爱美术的创作与学习 他自创以香槟作画 并以手法绘制风水画 迄今为止 他已在世界成功举办 十场大型画展 我的外公就是写书法的 然后他有画画 所以小的时候他做什么 我就跟着他做 后来我的父母看我有一点天分 也帮我请了一些西方的美术家 就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那些华人画家 到来给我到学校或者到家里来给我培训一下 这个香槟作画是这样子的 因为这个香槟是 这个罗兰百叶的香槟是我们的赞助人 有一天我就躺在那的时候画累了 我就躺在那边的时候 我就想这个香槟跟画到底有什么关系 那我说如果那个颜色跟它和了在一起 那它还继续冒泡的话 那它其实它就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效果 就是它看起来比较松动 而且远远看好像天上的星群 因为它在冒泡嘛 结果一试之下一发现 这个效果的确是其他的饮料 所不能够达到的那种效果 2017年我就画了第一幅画 多数都是以孔雀为主题 我办了九场的画展 我觉得我最满意的将会是下一场 我这个人就永远对自己的表现 都是不够满意的 下一次会做得更好一些 在新加坡办了好多场 然后曼谷在当地最大的购物中心 办了一场 还有荷兰下一场就在西班牙 然后明年的就我很期待的 就是去到柬埔寨的吴哥 因为它是古迹 所以在当地办一场 在艺术里头 我希望有一天 全世界的小孩子 就是少年人所认识的不只是西班牙的比加索 荷兰的樊高 还有意大利的达芬奇 也认识有一个中文名字的中国艺术家 我觉得中国就是我的根 我的根就在中国 我希望你能够带个小孩 我希望你能够带个小孩 不过多儿的小孩 我希望你能够带个小孩 不要带个小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